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 而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却逐渐饱和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不认真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 为此提供可选择的路径与策略 将会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以及社会的稳定引发出新的危机 为此引导与支持大学生创业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它不但有利于大学生拓展就业渠道 提高就业水平 而且还为社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就业岗位 特别是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让我国2009年以来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遭受正创 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尤其是对我国即将从大学校门毕业的毕业生来说 是首次的真实的而且是极客的 因此摆在所有人面前并不是重复了十几年的老问题 而是一个全新的就业问题 为了促进我国大学生就业 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 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出台大学生创业扶植政策 以支持大学生以自主创业来促进就业 比如说2008年10月 国家出台了大学生创业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教育部出台了五项力促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举措 同时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 规定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三年内免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在此背景下各地也针对创业企业都有利好政策出台 如天津多部门出台新政策 提出对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注册资本50万以下的公司可零首付注册 并开辟了绿色通道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宣布 2009年将有30亿资金直接用于帮助中小企业起步创业 面向大学生群体的创业政策正在制定之中 青岛在小额担保贷款基金中设立1亿元的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基金 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 针对大学生的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5万元 但是支持大学生创业解决就业压力的情况下 我国大学生创业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相对于技术、投资项目、交际能力、社会经验、政策 以及法治环境、社会创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来说 融资已经成为目前大学生创业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因此下面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大学生个人创业融资问题 这一主要矛盾 对我国大学生个人创业中的融资的现状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大学生创业融资的一些策略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学生创业融资的现状 我国大学生创业起于1998年 标志为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创业大赛 以这次大赛为契机 全国陆续出现了一些高校组织的自己的创业大赛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挑战杯创业大赛 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 参加院校多达一百多所 2003年通过挑战杯共产生的新公司有一百多家 并在随后的几年中 像易德方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士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从大赛作品中诞生的企业 以其不俗的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大学生创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 和对于大学生本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也逐渐被全社会人们所认识 可以说随着大学生创业的作用与意义 渐渐被社会各界所认同 国家和各地政府也开始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法规 各高校也开始逐渐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比如清华大学将写字楼半价出租给创业学生 复旦大学专门拨出百万元用于资助创业学生 并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合作为学生设立了 一千万元的创业基金 上海市专门成立了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其是由上海市政府设立作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的新的探索 并自2005年到2008年期间 政府每年投入了5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扶植大学生科技创业 这些举措都对大学生的创业活动 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鼓励作用 但是我国大学生创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短短的近十年的创业史也走过了三个时期 大学生创业的起步时期 创业的高热时期和创业的理性时期 其中起步时期为1998年到1999年的上半年 到1999年6月份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大学生创业公司宣告成立 全国各地也在这个阶段开始组织创业计划竞赛 高热期为1999年8月到2000年初 1999年8月清华创业园成立 2000年初江苏昆山留学生创业园 无锡新区留学生创业园 福州苍山科技园等相继走到了台前 2000年1月 学生创业潮在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 与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两项活动的推动下 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潮 最后经过2000年10月份清华第三届创业计划大赛 与2000年11月第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进行 使得我国大学生创业度过了迄今为止的最困难时期 开始进入到理性阶段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大学生创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首先融资需求上急功近利 在创业初期阶段 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热情非常高涨 但是因为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 他们基于得到建立企业启动和周转的资金 有时候即使手上有技术有创意 但是也可能为了接受一点小额资金 而转让公司大部分的股票 建卖了自己的一些技术和创意 也时常会有不少核心技术拥有者 在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后 对当初的投资协议感到不满 并提出毁约 他们这样做的后果 使得其在资本市场上失去了信誉 因此在制定融资方案时 大学生创业者应该准确评估自己的 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 不要妄自菲薄低估了自己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融资对象的选择存在着盲目性 在当前的大学生创业融资环境中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来说 在创业早期阶段 要找到合适的提供资金的融资对象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一旦有投资者出现 他们就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 时常会不管其业务或能力 是否能够为投资项目提供渠道或指导 是否能有效支撑公司的成长 而选择接受投资 即使投资者不能提供增值性服务和指导 或与大学生创业者理念不统一 创业者们还是有可能与其捆绑在一起 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信息的不对称 因此大学生创业者 一定要加强对融资市场的信息收集和整理 在掌握了大量情报资料的前提下 做出对自己公司最优的融资对象选择 第三个问题 融资心态上存在着不成熟性 融资心态上存在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大学生创业者缺乏对公司员工投资者负责的责任感 在对所融入资金的使用上 存在着不负责任使用的问题 他们缺乏风险意识 不注意风险的控制 事实上 每一轮融资中的投资者都将影响到大学生创业公司 后续融资的可行性和价值评估 而且只有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大学生创业者 才能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 大学生创业者不但要加强自身的技术能力 还需要具备企业家的道德风范 第四个问题 融资方式的利用存在着狭窄性 受融资知识经验和环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 目前大学生创业者的融资方式较为单一 内缘融资主要还是向亲戚朋友借钱 自己积累 外缘融资则主要应靠银行贷款来实现 实际上创业融资要开拓思路 多渠道融资 除了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民间借贷等传统途径外 还要充分利用风险投资 大学生创业基金等融资渠道 做到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多多益善 下面我们谈一谈造成大学生创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支持大学生创业融资的规范性文件 较难落到实处 近年来 国家和政府为了支持大学生创业 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营造良好法律制度环境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阶段 我国颁布和修订的许多法律中 诸多内容对支持大学生创业融资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比如说2007年8月30日 我国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同时 国家近年来出台或修订的其他法律 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融资法律制度环境形成合力 比如2005年10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第18次会议修订通过 并公布2006年1月1日实施的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与原公司法相比 修订了众多条款 其中的诸多修订和新制度的引入 对大学生创办中小企业过程的融资行为 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企业法 新增加的有限合伙制度 为大学生利用劳务和大公司进行合作 提供了一种融资方式的法律模型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规范性文件 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出台大学生的创业申请小额贷款的优惠政策 即银行一般要求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最后只是在利息上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贴息贷款等 第二 各高校支持大学生创业融资上其所做的工作不足 我国诸多的高校里存在有这样的思想 一是开展创业教育是因为就业困难 为此才需要鼓励大学生创业 若自己学校就业形势好 就不需要开展创业教育 二是认为大学生需要创业教育的是极少数 开展创业教育的需求与意义也不是太大 没有太高的积极性 三是根本不看好毕业生创业就业 毕业生属于三无 即无场地、无资金、无经验的人员 创业肯定会失败 打着对家长和学生负责的旗号 不能够鼓励创业 认为不需要进行创业教育 四是学校以科研为导向 创业并不是学校的重点 可见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 大学生个人创业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抵触 更谈不上为创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 第三个原因是大学生创业本身有自身方面的因素 首先大学生创业高比率的倒闭和违约 大学生创业的企业较高的倒闭和歇业比例 肯定是银行不愿意向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大学生创业企业估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 在两年内消失 因为经营失败倒闭与其他原因 有将近35%的大学生企业在四年内消退 其同时期的比率也会大大高于我国中小企业 而且一些银行管理人员估计 我国将近有35%的大学生创业的企业在两年内消失 近60%的会在四到五年内消失 大学生创业的企业高比率的倒闭情况 使得其贷款比率较高的银行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贷款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成本也会比较高 同时贷款偿还的高违约率也是银行不愿意向 大学生创业的企业提供贷款额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政府部门会对大学生创业企业给予金融担保 但城市商业银行也不愿意为大学生创业的企业进行贷款 其次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不稳定 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大学生创业企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经营上的不确定性 具有很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其在成长过程中主要面对的是以下的风险 技术风险 大学生企业因其经济实力弱缺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 因此面临着比大企业更大的技术风险 市场风险 大学生企业难以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对自身的产品市场进行深入调查 其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十分有限容易发生错误决策 管理风险 生产经营不规范 管理混乱 是绝大多数大学生企业的现实写照 再者 大学生企业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少 大量大学生企业生产经营阴漏旧界 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正常运转 厂房设备投入并不多 这样 大学生企业拥有较低的固定资产比例 这使得办理抵押贷款时 抵押品的价值不足 为此可获得的贷款数额也相对较小 也有不少大学生企业因其土地 厂房所有权政不全 不符合抵押贷款条件 因此不能获得商业银行贷款 最终大学生企业信用程度低 大学生企业尤其是个个体私营企业 在生产经营恶化时 企业主会一走了之 逃避一些银行债务 更使引起之间的信用基础越来越脆弱 信用缺失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也可以说是一种危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大学生创业融资的渠道 第一是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被誉为创业融资的蓄水池 由于银行财力寻厚 在创业者中有群众基础 从目前的情况看 银行贷款有以下四种 一是抵押贷款 指借款人向银行提供一定的财产 作为信贷抵押的贷款方式 二是信用贷款 是指银行仅凭对借款人资信的信任而发放的贷款 借款人无需向银行提供抵押物 三担保贷款 指的是以担保人的信用为担保而发放的贷款 四贴线贷款 是指借款人在积需资金时 以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申请贴线 而融通资金的贷款方式 需要提醒的是 创业者从申请银行贷款起 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因为申请贷款并非只是与银行打交道 还需要经过工商管理部门 税务部门和中介机构等一道道门槛 而且手续繁琐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 第二风险投资 由于舆论的引导 风险投资越来越受到大学生创业的青睐 好多大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风险投资 但是风险投资从不青睐大学生 其实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风险投资家以参股的形式进入到创业企业 以降低风险为实现增值目的后退出而投资 他们不会永远与创业企业混绑在一起 风险投资者虽然关心创业企业手中的技术 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 和创业者本人的情况 迄今为止 风险投资为大学生投资的案例 可以称得上是凤毛领奖 天使投资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一支民间力量 它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 对原创项目的构思与小型初创企业 进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风险投资是一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形式 其资金来源大多是民间投资 天使投资的门槛比较低 有时候即便是一个创业构思 只要有发展潜力 就可能获得天使投资者的青睐 第三类是民间资本 随着我国政府对民间投资的鼓励与引导 以及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民间资本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 而是向基础设施、科教文位、金融保险等领域全面开花 对正在为找钱发愁的大学生创业者来说 这无疑是重大的利好消息 而且民间资本的投资运作程序较为简单 融资速度快 门槛也相对较低 第四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一种以融资为直接目的的信用方式 表面上看是借物 而实质上是借钱 以租金的方式分期偿还 该融资方式具有以下优势 它不占用创业企业的银行信用额度 创业者支付第一笔租金后 即可使用设备 而不必在购买设备上大量投资 这样资金就可调往最急需用钱的地方 融资租赁这种筹资方式比较适合需要购买大件设备的初创企业 但是在选择时要挑选那些实力强 资信度高的租赁公司 而且租赁形势越灵活越好 第五种方式是创业基金 目前为了促进大学生创业 各类创业基金项目开始出现 主要有中国青年创业基金 中国大学生西部创业基金等等 2009年3月 河南省青年创业服务基金会成立 成为全国首个大学生创业基金 这些基金向大学生创业者伸出了援助之手 替他们缓解了燃眉之急 当然家庭资助 勤工减学资金积累 也是获得创业资本的重要方式 此外 从理论上讲 国内的融资渠道 还有合资 合作 外资企业融资 政府贷款 发放债券 发行股票 转让经营权 BOT买断 融资 等也可以作为大学生创业过程的一种融资选择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完善大学生创业融资策略的途径 第一要加大政府科技资金的支持力度 大学生初创企业在萌芽阶段通常来说面对的风险很大 这时候就需要种子资金的支持 来自政府的直接的种子资金投入 对大学生创业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来自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提供贷款或专项的支持基金 另外一个是税收支持 即减免各种各样的税收 以减少初创企业的资金压力 政府的专项资金的支持 主要体现在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种子资金上的支持 种子资金是指在技术成果产业化前期就进行投入的资本 因为种子资本进入较早 因此其风险相对更大 但潜在的收益也相对会更高 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角度来看 种子资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正是因为种子基金的出现 才使得许多科技成果能够迅速实现产业化 也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这就是种子的寓意 因为种子基金的高风险性 以及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很多种子资本是由政府提供的 因为种子基金的高风险性 及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很多种子资本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 即我们所常见的政府种子基金 比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我国政府的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就属于种子资金的一种 从2008年起连续五年 由政府机关每年投入9亿人民币 每年向基金会投入20亿元科技教育专项博款 以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践 创业基金分创业基金和种子基金两大类 其中创业基金则是以无偿投资资助方式 支持我国大学生依托自主技术成果创办企业 一般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30万元 种子基金以投入少量无偿资金的方式 一般项目不超过10万元 来对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进行短期浮化 并且基金对大学生单个项目资助金额 一般不高于30万元 基金在其资助大学生企业中所占股份 不参与分红 两年内基金以原价退出 如果大学生项目失败 基金经严格程序进行核销 第二是税收方面的支持 在税收方面 我国对大学生的创业支持 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成功经验 比如英国在2008年制定的企业扩展计划中 对大学生企业投资高于技术活动 给予了税收优惠 对创办大学生企业免征60%的投资税 对创办的大学生企业免征100%的资本税 印花税由20%降低为1% 起征点由2.6万英镑提高至3万英镑 公司税由原来的38%降为30% 并且取消了大学生企业的投资收入附加税 第二 完善大学生创业融资和金融领域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 要想完善大学生创业融资和金融领域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 其中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上 需要深刻认识到要求创业的大学生这一群体 在金融生态中的价值和作用 不能片面地将他们视为需要同情和救济的对象 并且在为大学生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 应设法采取符合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金融新产品与新技术 二是大力发展经营创业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 提供可供选择的大学生创业的多种融资模式 在我国大学生创业融资90%以上是依赖银行贷款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不多 而且融资模式单一 为此有必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市场 这其中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创业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 是解决创业融资市场单一的重要途径 第三是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层次 改变我国的银行结构单一的现状 是当务之急 可以考虑利用各种资金 组建专门为我国大学生创业融资服务的学生银行 三加强我国银行对大学生创业贷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降低贷款的门槛提供低息贷款 目前银行贷款的门槛相对较高 很多大学生创业者都无法得到贷款 创业者贷款需要在生产规模 产业发展方向经验和市场基础 质押抵押和担保等方面的条件 而创业者自身缺少相应的抵押物或担保不足 这些贷款的条件 对于那些刚出校门的创业大学生来说 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银行需要针对我国大学生创业企业的 融资需求特点与发展经营状况 降低贷款门槛 提供一些融资服务 并提供一定的低息贷款 同时可以通过担保机构提供灵活的担保形式 为银行金融服务产品与大学生创业企业融资需求相对接 解决我国大学生创业的资金问题 二是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为我国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信用担保是连接创业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桥梁 也是一项高风险行业 因此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则需要创业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在正企分开独立自主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建立保证资金安全运作的规章制度 以增加担保业务的透明度 同时在此基础上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解决大学生创业的启动资金困难问题 三是完善我国金融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知识产权质押是指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质押给银行 作为担保获得贷款 若还款出现问题 由银行将知识产权依法进行折价、拍卖或变卖 这种贷款方式区别于以往的实物抵押贷款 比较适合大学生创业者 银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服务 将有利于帮助我国大学生摆脱创业融资的困境 四、成立组织和机构为大学生创业融资提供帮助与指导 我国高校可以聘请有创业经验的老师与学生成立协会和组织 为大学生创业融资进行帮助和指导 并且在此基础上组织大学生成立创业小组 开展创业竞赛等活动 商业创业大赛激发毕业大学生的创业热情 营造创业的文化氛围 增加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机会 进而展现我国新一代大学生开拓创新 勇于进取的时代风采 第五、选择适合大学生创业的融资策略 因为资金问题使大学生创业半途而废 或根本无法启动 这是大学生自主创业失败的首要因素 其实创业所需的资金 无论采用什么融资策略筹集 获得创业前的第一桶金 都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以上的介绍 我们可以知道 融资策略从形式上具体包括 融资的方式与渠道 为此大学生创业在选择融资策略上 要把握好融资方式与渠道的合理选择 同时大学生创业融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 采用一定的方式 并使两者合理的配合起来 为此我们针对大学生创业自身特点 融资难等现状 提出了适合大学生创业期间的融资策略 一是联合融资 大学生创业融资可以由学校或学生 自发组织大学生联合融资 这不但能解决融资问题 而且还能培养合作能力 增强我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联合融资的融资风险很小 现代社会因为法律的繁杂性和市场的庞大性 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只有突出大学生团队精神 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 才能保证更多的成功机会 联合融资还能结合大学生本身的特点 由于大学生一般喜欢和自己比较熟悉的同学 在一起创业与合作 这和我们调查的结果非常吻合 比如某高校组织了48名大学生 每人出资3000元 成立了一个校园超市 销售情况特别良好 不但为学校的大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还为从书本上学习的物流 推销管理等技能找到了实践的机会 二是寻求风险投资融资 大学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可以争取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 但是能否争取到 这就取决于项目发展前景 及个人的信用保证 立志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 可通过委托专门的风险投资公司 创业大赛在网上或其他传媒上 发布寻资信息 寻找投资人 此外 还可以参加创业培训班 在老师的帮助下 通过制定科学严谨 可操作性强的创业计划书 来说服风险投资者 也可争取到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 三是采用银行贷款融资 我国部分金融企业 推出的对高校毕业生创业贷款业务 也使得高校毕业生可以成为借款主体 需要其家庭或直系亲属家庭成员的稳定收入 或者有效资产提供现任的联合担保 对创业贷款给予一定的优惠利率扶持 并使贷款风险度的不同 在法定贷款利率的基础上 可适当下幅或小幅度上幅 有志于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 可多加关注 并采用此类创业融资的模式 大学生创业希望将自己的技术和创意 转化为盈利的工具 为此可以将其知识产权质押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质押给银行 作为担保获得贷款 若还款出现问题 由银行将知识产权依法折价拍卖或变卖 四是典荡融资 与银行贷款相比 典荡贷款成本高规模小 但与银行贷款相比 其也具有简便快捷的优势 因为典荡行只注重典荡物品是否货真价实 对需要融资人的信用要求几乎为零 适合大学生创业的小额创业筹资 六慎重挑选合适的投资者 确定切实实实际可行的融资方式 及制定融资策略 还需要明白 寻找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 创业融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投资者在选择创业者的同时 创业者也需要积极地选择合适的投资者 创业者一般应选择这样的投资者 他们要了解并对该行业投资有兴趣 而且确实要考虑投资 并且有能力提供相应资金 能够提供有益的商业建议 而且与业界融资机构有所接触 为人处事公平合理 并且能与创业者和谐相处 有名望道德修养高的 具有此类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具有这些特质的投资者 是稀缺的 有价值的 且难以复制的 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源 他们可以给创业的企业 持久的竞争优势 这样大学生创业在选择投资者 可以从以下群体中寻找 一是非正规的投资者 如富有的个人 二是友好的投资者 如家人朋友 未来的雇员和管理者 商业伙伴 潜在的客户或者供应商 三是风险投资产业的正规的 或专业的投资者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何走出大学生创业融资的误区 初出茅座的大学生 在初次创业的道路上 除了面临社会经验 管理能力等方面不足外 在创业融资方面 也常常会走入误区 最终使自己的努力 功败垂成 当前的融资误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误区一 急于得到企业启动或周转资金 给小钱让大股份 借卖技术或创意 有不少核心技术拥有者 在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后 对当初的投资协议深感不满 并提出毁约 这样做最终导致的是 其在资本市场上的信誉缺失 误区二 即便投资人不能提供增值性服务 和管理指导 仍然愿意与其捆绑在一起 大学生创业很难找到融资对象 找到一个就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 以为资金就能解决一切创业困难 这样的融资会给后续发展 带来很大的麻烦 误区三 对风险投资不负责任的使用 烧别人的钱圆自己的梦 每一轮融资中的投资者 都将影响到后续投资的可行性和价值评估 因此对于上处于早期的创业公司来说 应引入一些真正有实力 能提供增值性服务 与创业者理念统一的投资者 哪怕这意味着暂时要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 资金作为公司的血脉必不可少 因此融资问题对创业企业来说有显得重要 大学生们要想凭借自己的技术或者创意获得应有的回报 就必须要解决好融资问题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大学生创业指南 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扩招的到来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 你适合自主创业吗 想创业应该怎么办 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你正准备创业吗 你曾想过创业却得不到要领吗 你想了解创业相关的政策吗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作答 一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如何申办 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的个体或者家庭 申请人应当持户籍证明 本人身份证 职业状况 场地证明等有关资料 向经营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经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经营者需要具有特定条件 或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 应当在申请登记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 申请登记时还应当出具有关证明 一 机动车船客货运输的 应出具车船牌照 驾驶执照 保险凭证 二 申请从事饮食业 食品加工和销售的 应出具食品卫生有关监督机关核发的证明 三 申请从事资源开发 工程设计 建筑修缮 制造和修理 简易计量器具 药品销售 烟草销售等的 应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者资格证明 四 旅店业 客制业 信托进卖业 印刷业 应提交所在地公安机关的审查同意证明 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 必须经审批的其他行业或者经营项目 六 请帮手带学徒的 还应当报送与帮手 学徒分别签订的合同副本 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劳动报酬 劳动保护 福利待遇 合同期限等事项 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应当出具保险凭据 未经事社文委审批立项 二 经营单位擅自对经营市场所进行装修和 构进有关设备的一律不予审批 二 文化娱乐项目如何申办 申请开办文化娱乐经营项目的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 同时需要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一 办文化娱乐经营项目场所及经营理由的书面报告 二 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无主管部门的应注明单位经济性质 三 场所负责人的有关证明资料 四 设施设备的资料 五 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资料 六 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 在文化娱乐项目中 市区范围内歌舞厅卡拉OK 保龄球电子游戏项目 统一由所在城市文化管理部门审批 其余如台球 棋牌室 音乐茶座等项目 由区社会文化管理部门负责审批 歌舞厅 卡拉OK 保龄球电子游戏项目的 具体审批程序为 申办单位向文化管理部门书面申请说明 由文化管理部门牵头 会同 公安 工商和教委 主要是针对电子游戏项目 体委主要是针对保龄球项目 对经营场地等进行实地勘察 电子游戏经营点必须是综合性场所 而且不得在学校200米半径之内 符合开办条件的 由其联合上报高一级文化管理部门审查立项 经审查立项的单位 需要在文化管理部门 公安 工商 消防等部门的具体指导下 进行场地的装修 设备的引进和验收等工作 验收合格 经市社文委批准 领取文化经营许可证 安全许可证 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 三 书刊零售经营许可证如何申办 申办单位或个人按所在辖区的范围 向辖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同时附上经营场所有效的材料证明 使用房屋的证明材料 辖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场地勘查后 符合条件的发给文化经营许可证 经营户持文化经营许可证 到所在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 四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如何申办 音像制品批发 根据国务院及文化部有关规定 音像制品总批发单位承担在国内范围内发行的业务 音像制品总批发业务由国有单位承担 个体经营者不得从事音像制品总批发业务 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总批发单位 有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音像制品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后报文化部审批 二 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的单位 需要具有以下条件 一 不少于30平米的固定场所 二 要有适应业务工作需要的音像设备和其他设备 三 流动资金不能少于20万 三 申请设立音像制品批发单位 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报文化部审批 音像制品零售出租 申办单位或个人 向现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和报送有关证明材料 申请报告 场地使用证明 上机租管单位或接到办事处有关证明文件 资金来源合法证明 经营管理规章 二 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 对符合申办条件的发给文化经营许可证 经营户持文化经营许可证 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经营执照 五 公众电脑屋如何申办 在行政区域内从事公众电脑屋经营活动的 是指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浏览查询登录等服务的经营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均实行安全许可资质认证登记注册制度 办理程序如下 一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二 到公安局计算机管理监督部门进行安全培训 申办公众电脑屋安全许可证 三 到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申办公众电脑屋资质认定手续 一 审核合格后颁发统一制作的公众电脑屋行业资质证书 四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公商登记注册手续 六 餐饮旅游业等级证如何申办 一 经营者持有效证明到物价局领取有关申请 二 经营者按申请所列内容认真填写后交到物价局 物价局按企业申报表填写内容和要求派员进行实地勘查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审 四 物价局按实评结果发给经营者相应等级证书 创业初期的大学生面对融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但是目前多数创业的毕业生对于风险资本了解较少 因此在这个方面需要创业企业继续努力争取 风险投资公司在投资之前通常非常注重项目人的项目可行性 以及项目运作团队的成熟度 如果能在初创阶段获得风险资本的青睐 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资金链的短板 还能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提升公司的总体素质 为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